这边我们还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做一个特殊的组合 目的是要特殊的组合 形成我要的一些关系式 就是我的复列转换的关系式 为了要形成我的特殊的组合 所以我还要做一件事 把那个绿色的跟白色的积分再对调一次 刚刚之前的对调是为了加上一个0 我们刚刚之前讨论到说 如果我在适当的调整过程中 加一个0给他的话 我可以形成 我加一个 这是0 加一个0给他 这个0是在讲这个0 我加一个0给他 加一个0的过程中 是考虑到Omega的积分产生的情况 目前我已经解到的阶段 再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的方式 又要把它恢复为 对Omega的积分在外面 对X的积分在里面 又要把它恢复成这样子 我要把 在这个对调的过程中 我要再把外面的F这个函数 把它移到里面来 移进来没有关系 因为里面是跟Omega有关的积分 所以把它移到里面来没有关系 把这个写到这边来 我的左半边有一个函数F F里面有一个符号 用绿色的来写一下 然后 刚刚讲的 我那个要把F移到积分是里面 再把积分的顺序对调一下 所以我第一个遇到的是绿色的积分 对它有2π分之1 外面会有一个2π分之1 然后跟着一个绿色部分的积分 是从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 然后 后面要跟着一个白色部分的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的积分 然后积分的对象有F 又有指数函数 那指数函数被我拆成两个部分 有一部分是iOmegaX 用白色的表示 还有一部分应该要用绿色的表示 exponential的负的 iOmegaV 四方 然后又跟着一个白色部分的积分 还有一个绿色在后面 好 我已经把积分的顺序又对调了一遍 目的是要做整理 比较方便 来 我来整理一下 目前 里面白色部分的积分跟X有关 所以我要把跟X无关的绿色部分移到外面而已 好 这里有一个跟白色部分无关的函数 白色是X相关的函数 好 我就可以移到白色部分积分的外面 或前面啦 我们放外面好了 就是后面 放后面好了 好 好 再来 这又可以表达成2π分之1 好 乘上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的积分 然后再来 白色部分有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 F 再乘上Exponential的iωx次方 好 然后对X做积分 后面要乘上一个绿色的 Exponential的负的iωv次方 然后对ω积分 好 然后 这一个白色部分 都跟X有关 这白色部分的积分 我们可以称作什么呢 我们可以称作是 函数F在做负利液转换 外面这个2π分之1 有很多书 他都是白色给跟号2π分之1 绿色也给跟号2π分之1 其实都可以啦 就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我里面白色部分的积分跟X有关 积完分之后 我会留下ω 对不对 这积完分之后 我会留下ω 留下ω 这件事 就会像我们在拉斯转换的过程中所提的 会用另外符号 相关的符号 小F就用大F的符号来表示 积完分之后 因为跟Omega有关 所以大F的话 也跟Omega有关 看要不要把2π分之1 拆开两个跟号2π分之1来相乘 也就是说 我如果这边给他根号2π分之1 里面应该要给根号2π分之1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 两个根号2π分之1相乘 才是原来的2π分之1 我意思是说 我现在里面的部分 就有根号2π分之1 乘上这个积分式 这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个名字给他 这就是函数F的负利液转换 这是函数F的负利液转换 这个负利液转换 再回来 因为我刚才这个动作 白色部分 已经用大F的方式来表示 另外一个根号2π分之1 是要给绿色部分来用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一部分 改成绿色的来表达 我意思是说 绿色部分是不是留下 根号2π分之1 乘上一个积分式 然后积分式 白色部分已经变成FOmega了 后面还有一个 负的iOmegaV次方 在对Omega积分 各位同学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会形成一个函数跟V有关系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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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F的函数 它的负利液反转换 这有一个名称 就像刚刚的大F 很类似的名称 这个名称叫做 大F这个函数 大F跟Omega有关的 大F这个函数 它的负利液反转换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利用这个负利液转换的关系是 可以去证明我们的拉斯转换是 为什么会写成那样的写法 好 那这就是第五步了 我们来到第五步了 好 第五步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个 拉斯转换怎么来的 拉斯转换最后 形成的那个原因 来讨论一下拉斯转换 好 那怎么讨论呢 好 因为啦 因为我们刚刚的 那个 讨论过程 有说到 诶 凡数F 跟V有关的话 好 他是 根号二π分之一 好 乘上一个积分式 好 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 好 然后里面有一个函数叫大F 大F的话 跟Omega有关 还有再乘上一个exponential 负的iOmega一次方 对Omega积分 好 这样可以找到一个 这个F的函数 小F的函数 其实这个是一个 负列反转换 刚刚在形容 好 右 且 且 刚刚的大F的函数怎么来的呢 大F的函数是负列转换来的 它有一个类似的写法 根号二π分之一 乘上一个积分式 也是负先大到正五先大 好 这一个 这一个是根号二π分之一 那些 好 里面就是放这个F of x 再乘上exponential的iOmega次方 好 然后对x变数做击分 好 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结论 也就是负列转换的结论 我要利用这个负列转换的结论 去做一些改写 变成拉式转换 这个老帕拉斯先生很厉害 可以从这个地方想到一些奥妙的方法 变成我们现在常用的拉式转换 好 同学们也可以学他的这个改变的方法 改变的方法 其实从这里还可以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转换 就各种学如果去图书馆接拉斯转换 或是负列转换的书来看的话 有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转换 好多种转换 其实好多种转换 它的源头都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个特别的东西 建立一个特别的数学的方法 所以他们从这里去延伸很多很多可能 有很多种可能 好 那帝拉斯转换来说的话 他的可能就是说 我现在虽然要讨论 负的无限大到正的无限大物体 可是我工程现象 我在工程的现象里头 通常都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那个现象是零的 比如说呈现好了 现在房子还没有开始盖 没有呈现问题 是开始盖房子之后 地层才有呈现的问题 所以在还没有盖之前 也就是T等于零之前 是没有呈现的现象的 T之前 T等零之前 我可以把呈现量当作零 就是我的问题 如果是呈现量的问题的话 那在T等于零之前 可以当作没有那个呈现的问题 对不对 过了就开始就诞生了 就T等于零之后 房子开始盖 就T等于零 房子开始盖之后 开始要考虑那个呈现的现象 下雨也是 还没有下雨之前 都不会有边坡崩塌的问题 开始下雨了 一直下一直下 这个雨一直累积下来之后 会不会有边坡崩塌的问题 那个开始下雨 叫做T等于零 就是那个T等于零之前没有影响 T等于零之后 开始有一些可能的变化 以这个概念来思考的话 就相当于说 反正就是 我这个函数F 在X小于零之前 都是不管他的 都没有变化哦 只有过了X等于零之后 才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 这些起伏的变化 以这个概念 应用到刚刚的转换这边来的话 各位同学 你们在学拉斯转换的时候 都有讲说 那个T变数的积分是从零到无限到 那个零到无限到 就是我刚刚形容的过程 很多工程的问题 在海铃沛下雨之前 叫做T小的零 下雨之后 叫做T大零等于零 就是类似那种概念 下去讨论的 那些解析 有更多的析数 有更多的析数 那些计划